我們可以開始了嗎 可以 有精神嗎 有 因為經濟學是很枯燥乏味的 不會啊 有人說經濟學很難 就是財政學也是一樣很難 不要開太冷 這樣好 來 那個佳修冷氣不要開太冷 謝謝 我就說得流汗 聽到沒有 活 活 小姐說我經濟學講的很活 我在上經濟學學生覺得有趣 有趣 因為我們要活用經濟學 學問要 學問是死的 那我們要把它變成活的 應用到生活上來 把它看成活的 我都鼓勵學生一定要觀察 那從大一就開始寫研究報告 開始寫turn paper 然後呢 這個研究報告一定要自己去觀察 不是抄來的 抄來都是靈魂 只要網路看得到都是靈魂 然後要自己去查去觀察 去看看身邊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或者個人或者家庭或者身邊的 來寫報告 這樣才是活的 從小就養成觀察 流汗政府給我們教育是死的 都叫我們記憶死背 不會叫我們去觀察 什麼事情都要去觀察 千里觀測盡為用 千里觀測盡為用 看一個人 這個人跟我們見面的時候 仔細看他的眼神 仔細看他的氣色 仔細看他的五官 這個人是不是正人君子 經過一看 大概就清清楚楚了 一個正人君子 他一定瞳孔是 方方正正就是非常的 那個眼神是非常的 和許 和愛可親 他五官是比較端正 如果有奇奇怪怪的 那個古相 那就要小心一下 或者是眼神啊 不好 那就要小心 我們看那個殺人犯 那眼神都是不好的 坐姦犯客 大部分眼神都是不好的 正人君子的眼神 氣色 或者是五官 大部分都是比較端正的 我們剛剛講的 也不用再起立了 我們就這樣開始講了 我們剛剛講的 不曉得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嗎 先解決問題 再過來 有沒有期難答正各位 我去演講的時候很多 教授 我先生一個月只有賺一萬五千塊 我要帶兩個小孩 我怎麼樣才會過好日子 哇 好難耶 我以前在電台演講 有一個 新莊的 一個工人的家庭 那太太打電話來 說你有做什麼手工嗎 我先生賺一萬多塊 我當然要做 我帶孩子就要做手工 還賺幾千元來補貼 要自己的家庭 不是一樣租的 租金多少 五千塊 四個人租五千塊的房子 當然不會很大 但那已經十幾年前了 各位怎麼辦 一個月 一個家庭只有兩萬多塊 四個人生活 要怎麼樣讓他脫苦海 我問太太你就要很勇敢 很勇敢 要怎麼勇敢 沒有辦法 我告訴我 你如果一家庭 要兩萬四千塊的租金而已 你五千塊的房子高水 就出一千萬狗 萬狗 你兩個孩子要吃四個人 要吃 你可能要花一萬 你要販賬自己在一萬塊裡面 要給九千塊錢做本錢 九千塊本錢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我告訴你 要某些風險 你去補火 十幾年前補火 三千塊五千塊 那人我 我就補兩火 一個五千塊 一個三千塊 一個三千塊 人家在照火 人家說好 補我來去哪裡 我當然要不可以向哪裡 你怎麼可以向哪裡 一開始你就先補起來 補起來就欠錢了 你就要勇敢欠錢 我告訴你補起來 你跟我說 我告訴你 有什麼股票 就要去 你這麼去買 這個合法的外交 合法的 如果賺一頓你就走了 賺一頓你就賣掉 賺一頓你就賣掉 你如果賺起來有十萬 你買一個股票 有十萬 現在賺兩萬你就賣掉了 保證你贏了 來回操作 你研究 我叫你賺什麼股票 你就賺什麼股票 不然你就賺電來 看不然你就賺電來 這樣一點一筆 一點一筆 你就會累積經驗 你就累積知識跟經驗 等到你有一天 你貼回一個股票 豁然開朗 你就很簡單 窮人翻身是靠這個的 我當年內研究所 一個錢都沒有 一個錢都沒有 我老爸也沒有錢給我 我打工 我打工賺的錢都要 還我老爸的債 吃飯就成問題 我就跟一個學長借八百塊 借回來 我想 這八百塊我頂多用兩個月吧 兩個月後怎麼辦 不賺錢怎麼可以 我觀察的股票已經六年了 沒半線啊 明明知道怎麼在那裡 沒半線怎麼辦呢 鼓起勇氣跟我 我媽借三萬 我說我媽借三萬 我觀察股票六年了 三萬一 我現在在那裡 在那裡 這九月開始一定起 但是我沒半線 我的九十萬 無理是 一年以來行你 一年後行你 我這年貪這年就好 我跟媽的先生說 這個小孩讀經濟 再研究六年了 三萬九的絕對無問題 一定會行 三萬拿來 我第一個月賺多少 賺一萬五的 賺一萬五的 很大的 六十一年了 民國這1972年 我那時候念研究所 1972年 一國就賺一萬五了 然後以後 一年之內 每個月大概賺六千 平均啦 賺六千 一個月賺六千 一年就七萬二 包括前面這半年 大概三個月 所賺的大概是 等到我 一年之後 把股票都賣掉 我去研究 我寫了一個研究報告 給郭萬榮 報告出來我跟他說 郭老師所有股票都要賣掉了 因為明年會大跌啦 我都賺掉了 年代我都賺掉了 賺掉了 所有負債行業要存十一萬 要存十一萬 所以我對我感冒得很感謝 我最近不是種火龍果嗎 火龍果很好吃耶 可惜你們這麼多人 沒有辦法 每一個人一個 因為在鄉下 我昨天吧 我前天早上 我送一龍火龍果給他 他們把我吃過了 以前吃火龍果我都難吃 所以我不要再賣了你 我媽媽你吃看我這個火龍果 很豐富 還有營養很豐富 你每天吃一顆 一天吃一顆 給你吃百二會 百二會 不會高火啊 不會湯就煙 要曬天風 這都沒有全農的啊 是這個世紀 最亮麗的水果 牛津大學 等於就包括這麼寫 我 我 我們 我們中南火龍果 很多人吃的都覺得好吃 我們七月份的時候 還請農會包裝 送到果菜市場去飆售 到八月份的時候 因為有人吃到我們火龍果 就問這火龍果在哪裡 怎麼好吃 去問什麼 去問那個 發了 發了說 你要去問中盤 中盤去問大盤 大盤說 我們就去招來 對 他的客人就是水龍果 水龍果 我找到水龍果 水龍果 這就不是我們家 我們的農民家 帶他們去 國園看 跟我們說說 不要出來都我們火 都賣我們 所以招過的時候 他們就牽牽去 我們慢慢 整人都沒有爭 整人都賺過 他們的土地 就在台北賣了 所以我都吃不到 餐我都吃不到 我三文跟媽媽 一箱 我自己吃一口看看 真的很好吃 老公老老 水龍 希望有一天 我餐廳很大 價錢比較多 我希望很多人生 價錢比較多 大家都吃得去 一斤 賣差不多 現在差不多四十塊 利潤 剩下十塊而已 成本剩下三十塊 所以利潤十塊 這樣我也會賺 做你 畢竟在我比較好 對 兩大就贏 我希望說價格壓到這裡 我們最近 就是到他 他到我們果園去買的時候 我們一公斤大概是賣一百二的 一百二一百 我們有分幾包裝分三幾 有一百二的 有一百的 大概有七十五的 有最低最低就是 一斤三十塊 一斤三十塊 除以0.6 就一公斤賣五十 一公斤賣五十 那我們的成本大概三十塊錢 目前面積不夠大 我們那個品系是非常好 可能台灣最好的品系了 講到 不曉得講到哪去了 我們還是回到原來的主題 好了 好我們現在來講 怎麼樣子 預算編審 我們到這個時候 再進入這個預算編審 怎麼樣預算編審 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成本下來分析的時候 我們要先估計 成本 投資下去 這個投資下去的 機器設備或者原材料 我們現在講政府部門好了 比如說造一個橋 造橋 造橋 要說所要花的材料 反正估計成本 有一個成本 那成本 剛開始的時候是 我們講成本的0 完全 剛開始就講成本的0 這成本有很多什麼 比如說鋼筋 水泥一定要的 我們就要估計鋼筋要多少 水泥要多少 然後 最重要當然是這些 還有比如說木頭 木塊啊 木頭 木頭要多少 還有釘子要多少 釘子 或者是 還有一個 比如說那個 絲線 鐵線 鐵絲 要鐵絲 鐵線之類的 鐵線 要綁鋼筋的 這些都要計算清楚 然後人工 估計一下 比如說這個橋 剛開始 第一年的時候要這麼多 大概要 以前 餘餘好了 因為這個橋很大 這樣子 要一億 一億 我一億怎麼算呢 我還是寫一億就好 比較簡單 比如一億下去了 這個橋 大概六仙道的橋 比如說 我常常要舉一億的時候 這個都市 這個河流通過 本來是都市發展在這一帶 現在這一帶發展 比如說先發展在這一帶 所以這裡有一個橋很簡單 但因為都市發展 越來越發展 就是往這邊走 往這邊走 這是東 這是西的話 往西來的時候 人口越來越多 沒有橋沒有錢 沒有錢可以蓋橋 現在人口一直往這邊走 這邊都很多人 這邊很多人 這邊的人 要到這邊來的時候 要跑到這邊來 跑到這邊來 繞一圈 到這邊來 這個時間太耗時間 這邊一樣 要到這邊來 要這樣繞這樣子 太不方便了 需要做一個橋 這個橋要做在哪裡呢 中間還要做到這邊 要選擇 要去估計說 要去估計說 多少人 假設在這邊有多少人要進出 在這邊有多少人進出 恐怕這個時候 可能要偏幼一點 在這個地方 這個橋要大 比這個要大很多 比如說這早期是什麼 早期是這個 牛車經過的 所以很窄 現在這個就變很大 因為現在六線大就很大 而且要鋼筋 以前是木頭 或者水泥的 很簡單 現在要很大的橋 所以這樣的話 在這個地方進出 這個地方進出這樣子 所以這個橋要一億 這一億 比如說第一年一億出去了 以後就要維護費用 以後的C1就是維護費用的 維護費用的 maintainance 每年都有一直到C 比如說用30年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的這個C的限值 就是C0加上什麼 C0就可以不要再變了 因為這是0的東西 所以就是 就是C1 tい加i的 t t等於1到t等於30年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估計了 好 假設說每年每年維護費用 都把它變成限值 C的限制 在效益呢 我們就要估計效益 效益的限制是多少 剛開始的時候 V0當然等於0 為什麼 第一年做的時候正在做 所以就沒有人可以通過 沒有辦法收費 到了第二年開始 0年 在第一V1開始 就一個Vt E加I的T 這加總T等於1到30年這樣子 比如說這個都市人口擁擠 每過個橋都要收 在紐約啦 大概1塊美元 1塊美元就30塊 我們就30塊 30塊每天進進出出的經過了 這個車子 一部車子要30元 每天進出的 有比如說100萬輛 100萬輛 不得了耶 這樣就3千萬元 3千萬元 紐約有耶 紐約的那個Washington Bridge 可能有100萬輛通過 我們比較誇張一點就太多了 我們就在台灣的話 在台北的話 10萬輛好了 水300萬 但是這是天啊 這是天啊 我們乘365天 哇不得了啦 這樣也太誇張了 我們說好1萬輛 我們要比較現實一點 成300 360天好了 這樣子 哇這樣很多耶 一天30萬收入 一年有365天 各位把它算多少啊 十算耶 339 368 355 1095 1095 1095萬耶 一年耶 哇這個橋怎麼沒有價值 有價值喔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把它花差來是V10 這時候等於0 不要算了 第一年 我們看第一年 他是1095萬 除以1加0.05 利率是5% 我目前是利率5% 但不保證這樣都是利率5% 不過一個成熟的經濟 你的長期利率 會等於你的資本邊際效率 哇這個資本邊際效率 又要去估計了 怎麼估計 所以為什麼經濟學這麼難 資本邊際效率要怎麼估計 這裡 這裡就是要一些數學了 我們GNP 或者GDP都可以啦 是等於F K跟L 加上我們的技術 所以把它畫成一個函數的話 用一節幾次的函數 K的α L的β T就不管了 然後呢 我們可以來估計什麼 估計α值 是多少 這個α 就是資本邊際效率 那我們假定這是Y 那我們可以取落 取對數 這樣子 取對數 然後我們有年度的資料 過去30年的資料 來估計 過去30年的K的資料 AID的資料 跟所得的資料 就可以估計這個α出來 α大概在3%左右 但是你要加上什麼 這3%是長期利率 但你要加上風險因值 就真正的利率 是5% 為什麼用5% 因為是5% 是等於你的3% 是資本邊際效率 加上你的這個叫做Risk Factors 你在建設過程裡會產生一些風險 比如說風災地震壞掉了 變成你的那個成本提高 或者你的失效率 你的那個受益部分就會減少 所以加上風險因值 所以我們用5%來計算 這是第一年 所以這是1 第二年的時候呢 就是2次方 第二年就2次方 我這個寫的比較快 10還是1095萬 1加0.05的2次方 那這個當然 就不到1095了 這個算出來大概是 1090 這算出來大概是1080 一直到什麼 到那個 第30年的時候 1095 1加0.05的30次方 30次方的話大概是 5倍或3倍好了 大概 這次乘起來大概5倍 所以這個時候的 1095除以5的話 變成213萬這樣子 所以這樣裡加一直加加加加加加 加到這裡是加這個213萬 合起來就是我們效益的限值 那效益的限值我們看看 10年就1億了嘛 前面10年就1億了 超過1億 就有可能1億 那第10年到20年之間又1億 所以估計 我們估計這個大概是2億 估計大概是2億 好 一本比怎麼算 一本比 我們用0 用0 用PV V的限值0 C的限值0 大概是2億 1億 1.1億 這是1.1億 所以除起來大概是1億 好吧 不會就簡單 日文比較簡單 這樣子 O obrigado 大概是1.8 1.8就大於1.0 所以这个计划可行是这样的关系 这个东西可以用到个人理财 用到你买房地产 用到你要投资设厂去生产 这个是公共建设 在政府部门这样做 我们现在是对每个计划 我们现在说我们刚刚说到了 刚刚谈到说我们预算有限 预算有限 我们假定说一年年度是 一个地方政府好了 我们讲一个市政府 每个人可能都是市长 市政府 预算只有一亿元 对不对 预算只有一亿元 好 你有很多件事 有A1 有B1 有A1 A2 A2 A3 A4这样子 N总 A100总之类的 全部只有一亿元 好 你要算说这个B over C的限值的1是多少 比如说刚刚那个是1.8 1.8 A2是B over C的第二个计划 它能够B over C一本比是多少 比如说2.5 这个好 第三个是B over C的3 它是0.9 这个就打差不要了 第四个它是B over C的第四个 它是1.1 就是这样子 我们就找到说有这么多个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1.8要1000万 这2.5要2000万 然后这个1.1的要3000万 就是此类的 好 各位想象这已经去掉6000万了 然后再加上别的 可能总共加起来 都是超过1.1的 我们就可以排列最好的是A2 2.5 再A10是2.2 再A9是2.1 比如说这样算 然后再A1是1.8 这一本比的比例 然后一直点点到什么 A4的时候它是1.1 这样排列下来 就优先顺序的排列 比如A这里A11它是1.0 刚好等于1.0这样子 这个都是大A1.0 所以这样排下来 刚好我们说1.8的是1000万 要花1000万 2.5的是A2 要多少 要2000万 这样子 再一个是1.1的是3000万 这样子 类似这样子 好 这个要1000万 这样就7000万去了 这要1500万 这样子 这样还多少用全科用 还1500 这个如果是 这个如果是2000万呢 哇 要不要做 我们还有还缺500万 那你就要怎么举债 因为这1.0以下都不做了 所以这个全部来做 这个时候就少500万 就要去举债 还有如果不举债有什么办法 加税 要加税 假定说这2000万的很有价值 在那里 民众都很需要 你只要举债 那要议会通过 议会如果说那我们来举债 举债要多久呢 比如一年 我们家附加 弄一个附加税 比如说这个 低价税的附加税 我们可以多收500万 好 那我们就多收500万 大家都赞成的话 就多收500万 或者我们看到说 这个2000万那就没有钱 不要做把它舍弃 但是民众的需要 需求很强劲 就不舍不得舍弃 类似这样子 所以预算是这样来编绳的 优先顺序就排出来 是优先顺序 是这样排出来的 假定说这是1500万 那刚好 也有可能这1000万好了 那我们就剩下500万 就剩下500万 那这500万留下来 就剩下500万可以用 这500万的话要做别的 你要找一个比较次要的 比如说有个9.8的 要不要0.98要不要做 事实有无助 假定说刚好是500万 那我们就把它列进去也可以 那就看市长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 看这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 你的 你的预算只有111亿的时候 那你刚好要把它花掉 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要 要把这个弄出来 那假定说有一个情形 这里也有一个计划 我们刚刚说这1000万 这另外一个计划是12的 也是1.0耶 也是1.0 那他也是1000万 那我们就要去取舍哪一个比较 就要议会去决定哪一个要做 因为还有市长500万 类似这样的一个工作都是市长的工作 市议员还有政府官员 就是我们市政府里面的一级主管 要去做衡量的工作 所以预算的变成要依照这个原则来做的话 大概就不会有很多的赤字 假定说这个A11 他一本比只有1.0 但3000万的话要不要做 我们大概就把它舍计掉了 因为离我们的预算的能力太远 我们还是那1500万 但他需要3000我们要 要再借债1500万 这可能太多 我们就不愿意了 这500万差个几百万 那可能会接受 就是要衡量就看 看这个议会 看民间的反应 没有啊台湾现在哪里有这样做 他们都不这样做的啊 他们都每次 现在我们讲实务上 因为时间也不多了 实务上就是我在先生府所碰到了 我要下个年度要变一算的时候 我就着急像这样的 我们现在是100多人 我着急各单位来 大概300人来上课 我要讲课 我讲这个原理给大家听 希望各位就按照这个原理来编 好了 大家都说好 回去以后来的时候 每一个单位送来的 这个预算编审的案多少呢 比如说我们 我规定说我们这个年度 所有各单位送上来的预算 因为我们 陶渊先生府一年的预算执行能力 只有多少 360亿 我说我们在这就在360亿里面编 而那时候一年一年半的预算 一年半的这个预算顶多是多少 360 执行能力加上180540万540亿 那时候是因为要改年度 从7月1号到隔年6月30号改成1月1号到 这一年的年底 我记得整年的预算执行能力是 360亿 所以我就在 在我们 事实上我们一年半的这个收入 只有390亿 所以我要求一定要紧缩紧缩 但当各单位送上来在边审的时候 预算边审会议的时候呢 是主计市跟财政局合起来跟各单位来商量 但他们送上来的案子超过我们的预算能力 超过390亿 总共大概是555亿 然后县长召开预算会议的时候 他说就要夸世纪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夸世纪件事 他就要各单位多多编列预算 我跟他说我们的财源只有390亿 你要多多编列预算到时候就会财政赤字 他不相信 他台北县 台北县 我们台湾人口165万那时候 台北县是我们的两倍多一点 我们只有编390亿 他就编1000多 他可以编1000多亿 为什么不能编个500亿以上 我们是人口一半 土地也不小 所以他就这样主张 我当然不过他 所以就550亿亿 等到预算开始执行的时候 就已经一开始就短期165亿 短期160亿 我如果真的是去举债的话 我这个财政赤字讲是会挨骂的 我马上在预算开始执行的时候 我马上去找主纪事主纪事的主任跟他说 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不要发声赤字 甚至于我们一定要言语 什么办法 我就跟他说 我们上个签诚给县长 因为这个年度预算我们有三个半年 所以我们马上就要求各单位提出一个 把各单位的这个资本支出 经常支出要压缩一半 因为我们马上短期160亿 要压缩一半 就经常支出压缩一半开销 一定要审查 然后资本支出一定要分三期编列 把你这个年度编上来 预算已经通过了 没错 但是呢 预算已经通过没错 你本来就要执行 但是我不是不给你执行 而是你分三期最紧迫性的 你认为最紧迫性的 所谓最紧迫性就是民众需求最需要的 或者你 议员最需要的 在第一期 次要的在第二期 不重要的在第三期 让各单位的主管去裁定 把分三期执行 我们就知道了 第一期要花多少钱 第二期要花多少钱 第三期要花多少钱 好有钱的话第三期就做 没钱的话第三期就不做了 就不做了 延到下个年度编利算 你知道吗 用这个方式就把它扶弄过去 第二年到了第二年结束的时候 我到十月份我就离开了 我们都没有负债 而且我已经还了一些债 因为我增加收入 我增加什么收入 罚款收入 各单位罚款 很多都不努力征收 像公务局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缺点 公务局的员工 居然跟这些违规的工厂 一罚就三百万两百万的时候 你开他们早就当没了 我发出的派你都收不到 三年后我就回来 你就不用载了 所以那些开了罚单以后 都收不到钱了 我上来后就不行 每个月都要开检讨会议 你为什么少收5% 你罚单开出去 为什么少收5% 为什么多收5% 少收5%要讲理由 多收5%也要讲理由 每个礼拜开一次会 我主持的 盯得很紧 结果我们就该收的都收到了 结果就增加一些 超过我们的预算上的数字 增加了五六亿 五六亿我就可以拿来还债 负债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 但是我离开 我10月15号离开的 到年底12月31号 已经增加到70 负债增加到72亿之多 71.75亿了 各位想象一下钱怎么花了 因为很多人我不在了 然后新上来的财政局长把不住官 因为这个财政局长本来就是三代 三代的什么 就是三代都在先制我们上班的 错综复杂的这个人际关系 所以一人来拜托 他就好啦好啦就批壳就花出去了 新的代理县长 他又是淘宴人 他一定要做一些人情给人家 所以就钱一直花出去了 所以在那个我离开的两个半夜里面 大概就增加了七十几亿的 七十亿左右的这个负债 所以能不能把官是阴神而已 我跟淘宴人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希望将来你是 你是淘宴人就不要在淘宴做官 连淘宴就把你调到屏东去 都没有人情包袱 你就可以大刀扩服的这个开刀 去把那事情做好 你是屏东了就不要在屏东 就跑到台北来 就是此类的调来调去 因为这个中国文化是很不好的文化 人情关缩 所以就钱就这样流失去了 最后结果都是民众的负担 还有给我们两分钟时间 三分钟时间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困难 请 他就是要捞钱 台北市是全台湾这个财政状况 最好的一个县市 而且他坐勇黄金之地 他不磕税而要举债 他就是要捡便宜 举债上限我是不太赞成再增加了 已经很高了 不管是中央政府不管是地方政府 都不应该再有举债上限 还有各县市现在都要求说 我也能够举债 像那个院侠市一样 这我也不赞成 只要他好好的财务管理都可以过得很好 绝对不会增加负债 但他拼命的贪忽 工程拼命的做 不需要工程也先做 比如说各位去看 彰化县那个 那个田中那里的那个高铁站预定地 高铁根本没有打算在那边设站 他已经在那边开发了 全部都开发很大土地 花了很多钱去开发 县政府开始在那边开发 已经开始在施工了 不想花多少钱在施工 他不做工程他哪来的 怎么可以有回扣可以拿 所以他体检做了 我先把周边设备先做好 周边的工程先做好 那周边的工程在做的时候呢 就很多县政府的员工 还有县长的这些 房清国漆都有钱可以捞 那可以讲些那个投资 一样啊 没有花博三十个五十个就做起来 一百五十个 对啊 这不管他也会先做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不希望他们继续执政就在这里 我们希望尽快尽快 我们民政府赶快掌握这个 这个台湾的这个自治权 我们自己来管理自己 我们大概不会这样子花钱 一定把所有的工程都停掉 我们重新来规划 重新来规划设计 最好的设计 将来台湾要花很多钱 在都市设计方面 都市警官都要改善 钱很容易拿到 我常常我曾经跟一个县长说 你要不要有要不要做好 你有魄力的话 不要再跟上面要钱 也不要增加负债 你就可以收到很多钱 比如说广告看板 每个商家广告看板 这里 他的房子他的土地的 他的土地的范围到这里来 他偏偏把广告弄到路中间 道路这么宽 他把广告弄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都要磕税的 我们政府不但不磕税 而说拜托啊你把它拆下来 我给你一个什么标准的 还花钱去制作一个什么 所谓形象上签的广告给他挂 本来应该罚款应该磕税 不罚款也不磕税 结果说我做一个形象上签 你按照我这个形象上签 挂一个这样出来 还是用到公家的空间 公共的空间 这是不对 只要突出公共空间 就磕税 怎么会没钱 那怎么景观会不好 各位主委有机会到彰化市 到圆林镇去看一塌糊涂 一塌糊涂 是全台湾最差的 有彰化来了吗 有很多人来 不然我们不然都没有很多人来 好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